民权国小羽球队培训出许多羽球小能手 并且拿下不小的家机 不仅是因为学校拥有专业充足的师资 也建立扎实完整的阶段性训练模式 每届学生都十分的努力 在学习之余仍坚持梦想 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像学姐带姿影一样 站上国际舞台发光发热 活动中心内体育班的学生正在进行培训 每天三小时的练习 从基础的体能训练到每个动作的熟悉和准确度 再加入羽球队那颗开示 就会进行阶段性的完整培训 而这些孩子都是球后戴姿影的学弟妹 目前的话我们全国里面排名的话 都是属于在全三名以内 戴姿影也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 今年的话我们荣获了全国团体赛 六年级组国小六年级组冠军 那表现的小孩子表现的也非常不错 明权国校羽球队成立近20年 有专业充足的师肢也建立扎实的训练模式 为了像学姐一样为国争光 每届学生都十分努力 在学习之余仍然坚持梦想并拿下不少家机 我们算是基本动作会扎实的比较久一点 让小孩子可以先接到往下个年级层 让他进步的更快 因为有可能一个动作没有学习好的话 他的出拍的点就没有办法得分得像那么漂亮 遇到挫折的时候怎么样去克服 多看羽球员的影片学习 然后再把它转成自己的东西 有时候可能会突破不了 但是只要坚持就能得到好成绩 羽球是国小校园中普及的体育项目 但如何精益求精一直是教练带队的重点 有了完善的学习环境 扎实训练和努力不懈的精神后 相信这些孩子有朝一日 也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港路新闻张世民夏小新 采访报导